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吴大哥 你的包袱借我当枕头呗 好 你小心一点 别把里面的东西压坏了啊 这个包袱这么宝贵啊 里面是有什么价值练成的东西吗 我要打开看看 这个 这个不是程姐姐送你的小兰花吗 胡大哥 你居然还留着 是啊 它是你送我的 而且还那么管用 我当然得留着了 这个 我知道 这个是赵叔叔送你的 对吧 这个是什么 它 是我胡家祖传的 尘铺跟刀铺 胡大哥 你手上的什么呀 我看看 它就是个普通的梳子 不过 可不能给你啊 不是给我的 也不是给你的吧 你个大男人 不过有女孩子的梳子吧 我明白了 这个是哪个女孩子送你的 它 是我买来送给别人的 胡大哥 你竟然有红颜知己 他长什么样 有成绩的什么好吗 胡大哥 你是在哪儿碰着他的 小妹 小妹 太晚了 很晚不睡觉的话 你吃的药 效果就没了 效果没了 那我岂不是药可燥 不划算 不划算 我要跟你睡觉了 你们俩都早点睡吧 好 哦 好了 我上班 打电话 你选择 我 要是 你 就 我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